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火冰冻后来到未来世界 发现所有生物都开挂变异,长得比人都高 一篮子水果一年都吃不完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啊,科学家挖出了一个冷冻仓 里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男主毛毛 毛毛由于在200年前被冰冻,他达到了现在 现在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核战之后,自然人类基本都已经灭亡 生起来的都是改造人和变异生物 地球上已经没有饥饿问题 所有水果和蔬菜都集中输送营养 一个西红柿就有几百斤,一根香蕉比人还高 这连养的小鸡都要小心地牵着出去溜达 毛毛醒来之后,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傻子 吃东西不会吃,走路也不会走 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人们已经失去自由 所有医生和平民必须提命于黑人组织 他们已经垄断一切 医生们为了推翻黑人的统治 决定让毛毛作为间谍打入他们内部 毕竟毛毛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高智商人类了 毛毛很是惊讶,现在的人们除了吃饭睡觉 基本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连配偶也都是机器人 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看新闻 连电视剧都没有,这不是要了毛毛的命吗 最后毛毛答应,加入医生们的计划 由于机器人有窃听装置 医生们很快就被抓走,强行删除记忆 毛毛则带着土的不能再土的飞行器离开 看看这道具,你绝对想不到 这是45年前的电影 为了不被抓到,毛毛打扮成了机器人 而且还被负责去照顾一个模特女,小美 看看他们的娱乐方式,美丽只能玩球 那时候既然连手机都没有了 毛毛的伪装伎俩很快就被黑衣人给发现 为了活命,毛毛绑架了小美 并且告诉她,她是来自过去世界的人 她现在要寻找幸存下来的地下组织 跑出来之后,毛毛决定去偷点吃的回来 看到这农场才知道,这不开辆车来 连一根香蕉都搬不动 这偷菜,仅仅是要命啊 而且对面的小鸡还发现了她 毛毛赶紧剥下一片芹菜叶子 剥掉香蕉皮,迅速跑路 而小美在山洞里已经饿到不行 这饼干估计一个星期都吃不完吧 毛毛找到一辆200年前的汽车 小美完全不认识这是什么玩意 看看智商着急的毛毛是怎么洗车的 这下好了,连汽车都没有了 毛毛悲剧的被抓了回来 黑衣人决定将毛毛放进改造箱里 强行删除她的记忆 但是他们不知道 毛毛脑子里根本没硬盘 删除记忆对她来说完全没用 这就是医生们激活毛毛做间谍的目的 完了之后,毛毛当成改造人重新放了出来 而且还在电视台上班 每天毛毛都抚摸着小乔乔 然后这样和小美里龙我龙 看看200年后就是这么谈恋爱了 真是悲剧啊 连接吻都是被禁止的 没多久啊 毛毛就遇到了营救小队 被他们给带回以外 大伙们计划利用毛毛医生的身份 潜入黑衣人内部 黑衣人的老大是只鼻子 对,就是一只鼻子 因为老大在合战中 炸得只剩下一只鼻子了 黑衣人想要毛毛将老大克隆出来 毛毛是彻底懵了 这么多人居然要听命一只鼻子的话 毛毛灵机一动绑架了鼻子 但是小美跑路 后面的黑衣人可及杀野 老大就这么被带走了 毛毛在逃跑时 竟然把鼻子给弄丢 还被拧压机给压成肉饼 就这样 毛毛意外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40多年前的电影 果然是很随意 结局让我倒猝不及防 故事最后呢 毛毛和小美也成了唯一一对夫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别老想着创业到未来 好好过好现在吧 说不定未来世界 根本就不适合力 只能跟机器人处对象 那还玩个求求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大家去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 喜剧电影 傻瓜大佬科学城